那海星老师还有朋友问就是 您研究了甲骨文二十多年 那您是主要是研究这个甲骨文是什么文字 去破译这些文字呢 还是研究这个甲骨文这个字 为什么这么写呢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和那些考古和文字研究工作者 的任务是不同的 我研究甲骨文有两个目的 一我要搞清楚他这个文字产生 从甲骨文到后来怎么发展的 和后来的历书凯书传书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的第二个目标是 我把它用在书法上 因为甲骨文是拿竹刀或者石刀 或者硬的在骨头上刻的 有人说骨头那么硬怎么刻的 其实很好刻 因为他们选择硅甲来刻 大家知道硅壳在水里泡的 表面有一层粘稠的东西好刻 牛骨头新鲜的牛骨头上边 也有一层骨膜可以好刻 最早的夹锅的时候 这个金属还没有呢 所以应该是用石头刀等等刻的 当然了到商朝的时候 青铜器已经产生了 甲骨文也在用那时候可能有金属的刻刀了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甲骨文学者和考古工作者研究的是 这个甲骨文的文字到底怎么破译 我呢主要的 我主要的着眼点就是 这些文字怎么用在书法创作上 那海鲜老师还有朋友有疑问 就是说您刚才说了 这个书法班是从甲骨文和传书开始练习 那为什么不像常规的这些书法班那样 灵帖就是灵一些言体啊流体啊 那等到书法班结束以后 我是不是还是不会写言体啊流体啊 那怎么办呢 这个楷书的学习呢 我的书法班里边呢 我的现在的书法课教学里头 楷书是重中之重 我的书法课程里头呢 有历书高级历书 初级楷书高级楷书 我有分的整个吧 言流都要零和讲的 但是这次养生养心班里头呢 我重点在甲骨文大传小传上 因为尤其是小传我们灵的主要内容是秦朝里斯的那套小传 还有唐朝的一部分 就是那个运笔的过程中那种那种圆润那种要求中锋的那种线条的线细 确实对于整个人的心身是有好处的 当然了在这个三十节课的后边会有一点凯书和行书的这种教学 主要是以实用目的 比如说你可以拿这个凯书和行书写一个对联 可以写一个条幅可以写一个大家常用的一些吉祥话 然后以满足实用的目标 当然这个因为我在教材设计上主要是以这个调整心情和生理指标为功能的 所以最后落脚到了这个小传和甲骨文上 甲骨文呢是为什么要把它夹起来呢 因为甲骨文是一个自由的一个书法状态 因为你看甲骨文叫甲骨文 它不叫传书也不叫凯书 因为它不是书 所以这就给我们每个学习者给了一个空间 就是你把古人刻出来那些道道怎么能变成你喜欢的一种毛笔的线条表现出来 这个会产生一种愉悦和兴趣 这个学凯因为我们这个班的目标不是真正的书法 如果说书法因为凯书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充满失败感和挫折感的过程 是很苦的 就是因为怎么写都不满意 包括你看我们看书法展览的时候 你要写传书 大家都不吭气 写的不错 为什么 人都不认识 你要写个楷书的话 观众全是挑毛病的 这个字也不好 那个字也丑 所以你写楷书会产生挫折感 所以不利于我们养生养心这个目标 所以我是这么考虑 在教材设计上是这么考虑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